现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旗鼓章 我是黄徽硕 同时今天大航涨到盘中盘300点 涨到265点 所以你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整理有一个结构 整理有一个结构 整理架构 它个股部份当然是 个股表现 整理有个股表现 今天涨了265点 整理有个股价 可是像航运的 不管是货贵轮 或是说散装的都一样 全部都跌停板 当然这是目前的一个人气指标 人气股 可是它全部都跌停板 之前有一次全部跌停板 那盘中撒很深 今天就没有 整理今天它全部都 货贵轮也一样 散装轮也全部都打来停 可是大盘还是持续往上攻坚 往上攻坚 整个盘子结构有点改变 有点改变 当然这个个股的部分就要特别注意 待会我们再谈个股的部分 那你大盘的部分 好 这个地方整理的结构 我说这个地方整理结构 你就注意它说 有没有机会推动 当然今天礼拜三周旋结算 拉高 拉高 我们要看小时线的部分 小时线这一小段 这明显走完 它这边在整理 整理过程 当然你现在上来 就注意看它有没有机会形成一个 推升的一个脉动 推升的一个脉动 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讲坦白话 它美股 因为美股它美股 美股昨晚 昨晚大NASDA的创新稿 之前就跟你谈过 我说美股的部分 我们有跟你举到NASDA 跟那个肺半的部分 其实都还有机会再创高一段 都还有机会创高一段 那昨天NASDA是率先创高 肺半是还没有 道琼还没有 道琼还没有 之前特别跟你举两个例子 有没有NASDA创高了 那肺半还没有 当然那个结构 虽然说美股真的也是涨很高 我们还是判断说NASDA跟肺半 其实还有机会再走一段至少 也就是说还会再创高 再创高 那股不起来就是创高 那创高带动台股 这个地方有机会就 是马上要攻坚 这个结构比较重要 其实在这个整理的过程 也跟你谈到说 其实个股还是就是 你积极去找股票做多没有问题 因为大盘比较不优的部分 就是说它再做一个整理 你说因为这个原因 它这边有创高 如果说它形成一个外扩的话 穿头破底 那个都不多 譬如说落在这个地方 你个股部分做都没有问题 当然指数的部分要比较计较 那是不是今天攻上去 就开始准备要大涨特涨 我们来看起伍的部分 来起伍的部分 我说这四月二十九 这种关键 关键大中小 它拉不拉回 那这一段拉回在这里 15870 这个四月二十九十 说四月二十九十在大盘的这个地方 我说今年的一些重要关键转折 要掌握好 要掌握好 这一下来是2500点 这是今年的第二个转折 这我之前跟你定调过了 第一个转折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西坡是一个下降旗形 西坡落底处 你大展拳脚石 这个2000点 2000多点 这地方四月二十九 17709创历史新高 四月二十九 它拉回了2500点 五月十七要全力做多上来 这个也是超过2000点 这目前第三个转折 那第四个转折 会在哪个地方 同时我所谓的第一个转折 第二个转折 这之前可以提醒到 它是要往下的 那第三个转折 现在往上对不对 好 第四个转折 这个地方如果整理完 它这个往上的话 又很大一段 好像是第五大波都推升了 很可能是主神段 对不对 那这个如果在 这个地方转接下来 那是一个就是区间震荡 区间震荡 那这个就 第四个转折就很重要 第四个转折就未必是 大涨或大跌 好 这个之前有跟你预告 我说第一个转折 你叫西坡落底处 你要大展拳脚 权力做多没有问题 第二个转折 你知道全部出千了 这都之前跟你预告 那第三个转折在这里 五月十七权力做多 现在如果来到出现第四个转折 第四个转折的话 上去也很大 下来也很大 好 就第四个转折就未必说 一定要往上转或往下转 之前前三个都有跟你确定 那第四个转折就在乎在哪里 我说这个地方第三个 第三个转折 我说它至少两个理由要做多 一个大逼波反弹 一个第五大波过高 所以你这个地方 第三个转折是要往上做 第二个转折 我说它大中小 所以你要往下 这没有问题 那第一个转折 西坡落底处 你大展全角尸 这个也没有问题 第一个转折做多 第二个转折做空 第三个转折做多 第四个转折 就不一定 我们讲坦达话就不一定 还要再持续追踪 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转折 因为来到这边相对高 到底是这只是V波而已 你就只有V波 那就下来 要个C波 第五大波过去开始攻坚了 这个真理真理往上推 所以那个转折 未必是大多头或是大空头 也没有大头 中期的 中期的 我现在两千多点 都是算中期的转折 中期的 中期的这区间 对不对 好 那这个都有延续到之前 总共有延续到之前 就是第二个转折是往下 4月29 那这一段在这里1587 那为什么第四个转折会有落差 因为我说它123 我拉回来4 这个第三个转折 这第一个理由要往上第五大波 或是说走完了也没关系 那它区间震荡这里还在往上 所以这两个理由都往上做 这第三个转折 15027那一天 那为什么落底在这边15027 因为它走五小段 然后这边是次级上去 有没有 好 这个问题 那两个理由往上做 一个是大逼波反弹 一个是第五大波过高 那大逼波反弹上来 那当然这个第四个转折往下 第五大波过高 那当然这个 这是一个震荡完再转折就往 还是往上 对不对 好 这个是环环相扣 那现阶段 差不多现阶段 它现在整理过程 有没有机会开始推了 这是重点 其实现在重点都摆在这个地方 整理完之后的一个结构 我说这个整理大概都看得懂 差不多这种整理大家都看得懂 推了一小段 然后在那边区间震荡 这个不是分析 这也不是重点 好 这边震荡整理 震荡整理 这个都OK 重点是那个震荡整理完之后的那个方向 一定要提前把他怎么样 提前把他判断出来 那就要靠之前的 就追踪一些他的整个整理的一个结构 一些数据 一些讯息 然后来去研判 接下来的方向 这是重点 好 那接下来他怎么推上来 15027是长这样 那我说这个地方大概就在那边整理 这边整理 好 这边整理 这昨天 今天也是 今天 昨天目前的整理过程 现在从15118正式推 到17313到告一个段落 这三段的 这三段没有问题 我说这三段的 他只有三段 整理这个2700点 大盘2500点 这个最高点17702 这4月29 ABC下来三段 15027 这地方两个理由要做多 好 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假设是第三个转折 那现在第四个转折 就是要往上往下 就要看他这个地方整理结构 目前看来 其实他前几天的16891 如果说整理形态结束 这个是也可以算高一个段落 是不是能够正式推 还是要持续整理 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判断了 以目前的讯息来看 以目前的讯息来看 你看那个小时线的部分 你把它放大来看 假设他是开始推动 你就从这个地方推出来 其实他推动的结构 会很明显 可目前来看 以整体的大盘来看 要正式推升的机会 其实暂时没有那么高 暂时没有那么高 可能持续震荡的机会 会比较高 可能持续震荡的机会 会比较高 那你持续震荡的机会的话 就变成说怎么样 不必过度去追高 那变成说你往上追涨不必 往下杀的 你也不要说过度去杀地 去间震荡 去间震荡 当然这个起始的部分 操作你可以看盘势走出来 怎么来应对进退没有问题 那回归个股的操作的话 你这个我说那没有问题 在一个穿头破底也没有关系 直接攻也没有关系 持续震荡整理也无所谓 所以个股的部分还是一个原则 还是要积极去找股票做多 这个个股的操作 当然差异很大 这个是先定调起来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就是说指数的部分 你还会计较 当然要去计较那种 整个点数的差异 这个结构 应该也比较过度去追高 也比较过度去杀地 这个结构 持续震荡整理机会可能性非常的高 因为你目前的整个 国际股市的氛围 然后整个国内股市 欧美股市都一样 虽然NASDA是创很高 可是它没有同步 没有同步 费瓣跟道琼也都没有同步往上攻高 就NASDA的部分 那比较孤掌难明 比较孤掌难明 所以持续震荡的机会 我判断应该还是比较高 当然如果是直接攻坚了 那你也可以 譬如说好 我判断它就开始攻坚了 攻坚它就势必是一个推生出来 但是今天推了一个出生段出来 你要用拉回一个第二波的一个地方 再进入一个做一个多担 这些结构都还算清晰 这些结构都还算清晰 当然我们有多少证据分析多少东西 有多少证据分析多少东西 你不必去给它瞎拆 不用去跟它堵 因为它结构出来其实会很清晰 很清晰以后你再照着做就好了 这齐全的部分好 这齐全的部分好 那我说当然你现在这个地方 往上直接攻坚就等于是 类似一个主生段的结构了 对不对 往下的一个大细坡也是幅度比较大 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整理的末端 整理的末端那个地方 选择群的部分应该会有机会操作 如果这是选择群操作你不要勉强 选择群这个操作 你不要勉强 这个有一个知音控管的计划 那这种都是在那种最关键的timing切入 像这12.8倍 这个18.5倍 这个21倍 这种最关键的timing切入 那现阶段 或者现阶段好 这个地方整理完之后 如果一个大细坡下来 其实那是有空间 或是另外一组推增伤害也是有空间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整理的末端 要不买put 要不买call 应该都有机会 要怎么去抓那个进场点 那个timing 那个timing 买put 买call 买put就做它一个大细坡下来 买call的话就另一段一个推动 在这个结构里面应该都有机会 应该都有机会 我就是说这整理的末端 所以这整理末端很重要 相当的重要 我说今年的一个操作 这整理的末端 如果说它是一个大细坡下来 你个股其实还是要先避开 因为它应该会有比较大的价差 就像这个429号你不避开的话 这一下来2500点 大概很多股票都至少3 40% 2 30% 3 40% 这个幅度很大 所以这一定要避开 我说这个一直强调 这跟去年不一样 去年你一路言论做多 你不要管大盘都没有问题 做完这个换这个 做完这个换这个 一路的换股操作 可是你像类似这种修正 类似这种修正的话 你不避开的话不行 你做什么大概都会受伤 那我说这个如果有一个A波 一个B波 这个C波现在可能 很有机会比这个还大 那你势必还是要更要避开 更要避开 所以这个转折 接下来的第四个转折很重要 那往上推的话 那等于是另一组推动的 迈动第五大波里面的 一个推升的结构了 那更要把握 我说那更要把握 所以这个中长线的这个转折 相当的重要 相当的重要 那这个轻折到包括选择权的部分 包括个股的操作 一定要掌握清楚 一定要掌握清楚 那我说目前结构呢 整个追踪起来还算清晰 还算清晰 其实很多人这个地方 大概整个大盘也是看不太懂 有人看多有人看空 反弹那就落下来 有人看人继续多 我们会比较秉持 就是说去找证据 再来决定 那当然现阶段那个转折 还没有那么快出现 往上的有可能比较快出现 往下的还没有那么快出现 所以也不用急 这个特别人在操作 你要去思考 要全方位的思考 往上的有可能马上发生 那所以个股是不是全会做多 往下的还没有那么快发生 所以怎么样 所以你不用急 个股还是拼命在做多 没有问题嘛 还不是说全部要全面避开的 一个那个时刻嘛 那这个部分 那像这个你看 我说这种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去做的 这种10月30是这种地方 是这种地方 这种就是最关键的 1248年11月2号那一天 然后前一天10月30 这以上2000点2000点2000点 这种我们都在这证明 我是全力看多头 而且那个多头是多到你 要改变你的投资思维那一种结果 这是在之前讲的 封关前讲的 好 那这一次这个9倍多是3月19 这个9倍多 有没有这个 这都要在那种关键timing的 这个9 3月19在哪里做 等于3月19是在这个地方 这里吧 我把它放大 就这个地方 这个上来1800点左右 这一段上来 有没有那是大中小最后一段了吗 大中小 然后4月19就准备下来 整个结构你要至少掌握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好 这旗群的部分 有兴趣认同里面的也欢迎跟上脚步来 那我们跟你谈的这些都是有所本的 差不多这有所本 这个进化办案战法 这有兴趣的也欢迎跟上脚步 可以来电咨询 这还有六片的教学DVD 还有六片的教学DVD 你把它拿回去 讲一拿回去看 然后编搭配的DVD一起看 那今年有一个年度的技术班 这个你有兴趣也赶快预约报名 这个座位有限 每次都报满 每次都报满 那你赶快预约报名 没有位置就没有办法 好 这期权的部分 那我说个股的部分 今年度 今年度像你这个4月19 你这股票你要全力出清 有没有 这全力出清 这个动作很重要 特别说这个动作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 17709这一天 你这一下来2500点 你不避开这个2000多点 没有你的份 完全没有 因为你不避开 你这套很深 你不敢买股票了 老师可能会一直叫你买 可是你不敢买 因为真的是违反人性 套太深了 或是说没有钱买了 因为已经全部都套住了 这2500也套很深 特别是很多个股套很深 对 那我说我们把它全部出清 而且精准命中 对 那你下来 然后这边一定要5月17 全力做多 那才对 这才是怎么样 大获全身 那我说现在这个第四个转折 一旦出现是往下一个大西坡的话 甚至有可能比这一段还大 你要不要避开 当然要避开 当然要避开 对不对 第五大坡攻坚一路往上推 要不要全力操作 当然要全力操作 所以第四个转折重不重 相当重要 相当重要 第三个转折简单 这第三个转折简单 两个理由都要做多 大B坡或是第五大坡攻坡 第二个转折有点难的 第二个转折 那个要掌握到不容易 特别那个第二个转折 4月29 这个4月29 这个要掌握到全面出清 这个不简单 这个不简单 可是我说今年 你就是一定要掌握到 因为你不掌握到的话 真的是 那个只要一套下来 再来操作就很辛苦 这个你没有避开 你一下来操作就很辛苦 虽然这边大长特长 几乎是你眼巴巴的 只能有眼巴巴看的份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转折 这个转折不容易拿捏到 我们也掌握到几乎百分百 就当天命中 完全命中 那你第一个转折简不简单 还算简单 因为那时候整个多头气势 还在往上推 所以这个转折还算OK 那个没有问题 所以一三个转折 第二个转折 现在第四个转折 这个有点难度了 我第一次转折是有点难度 务必务必掌握好 我说今年有几个重要的关键转折 你把它掌握好 今年会是很大丰收的一年 那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马后炮事后看当然都很简单 这个马后炮事后看都很简单 当下 当下才是重点 当下才是重点 好 我们来看一些个股 那你看像这个4月29出现我们 全力买进都是在5月17号 买了9档个股 那这些股票我还是持续维持在高出低进 在操作的过程 一样 好一样 因为它的结构 好不好它结构都长这样 大概都长这样 比如说这边一段两段三段 第四段拉来 大B波反弹或是第五大波过高 所以这个地方都是两个理由都要全力做多 就是5月17 这都相对刚好大盘的最低 它刚好也是最低 有没有 那这种结构天域 所以那5月17你看我们买210 都是盘前就挂210跌停附近了 就船架整个那天就跌停 最高到347 这样有将近150块140 那我说它拉回来 一样还是要占买方 今天又涨上来302 有没有又涨了6%多天域 敦泰也是 5月17这边买150都是跌停 跌停加附近 那买完最高多少253 那它拉回一样 我说这里还是要占买方 今天又来到228 今天又涨了7%多623 有没有 9期5月17这边最低807 我买81 是不是都是跌停加附近 是嘛 最高多少81最高140 拉回一样要占买方 今天又光到涨停132.5 6494的97 6494 我们都围绕在这些股票操作 那对不对 当然对 比如看97 那天买在这边 5月17是在最低就这一天 807这一天 我们81 一路涨到140 然后他拉回我说你还是在占买方 今天又涨上来 又涨停 又光到涨停132.5 有没有 6494的97 这上涨股票都是之前 就5月17那天跟你谈说它跌升 然后我们看好的个股 那持续看好就持续看好 持续都是在那边来回操作 这是6494的97 好 那3260围缸这地方上来 它就粘住很久了 5月17是买它77.5 最高是冲到110 然后拉回来 今天又冲到涨停103 3260 我说这个结构 当然这两幅度就没有那么 涨没有那么多 77.4它这边到110而已 我们买775这边到110 好那推了五小段 那我说他推了五小段 他做一个可能一个A波一个B波 A波五小段 然后B波可能三段 那现在一样 这拉回还是一样 在买天接下来准备要攻 那当然这个观察区 有可能针对这个是一个ABC波 这种结构 32600的围缸 32600的围缸 这结构其实很久以前 也跟你谈到过 大概也都没有改变 整个那个 我说那整个结构位阶把它定掉 把它定掉 大概就会照着那个轨道一直在走 那个就是我跟你谈 这种形态位阶 就精准定位 形态位阶这种精准定位 大概说 当然有时候是时间的问题会比较慢 会比较快 可是它的大概 那种结构应该都没什么改变 都没什么改变 好 这是32600的围缸 那新唐也是这种结构 那天5月17年买它跌停 大概58 它涨到90 涨到90拉回一样 最后那天有利空到754 我们那天还是进去买 又买它757 又买它757又涨到866 然后拉回一样 今天又涨了828 4919 这个结构简单看这边有一段 然后整理这边一段 这个整个看起来这个高点就不会是高点 只是说看它怎么整理 整理完再攻 这结构还算简单 什么结构还算简单 这4919的新唐 4919的新唐 那台拨的话 那天5月17是买它跌停2585 那最高冲上去又拉回 我们又买个319 最高的话38 好 那压回 其实压回这种结构 今天又涨上来了 1802 通过这地方 这地方从这边2585涨上来 那38以后又下来 一样这个结构整理完 我认为它整个结构还是怎么样 还是有机会在攻 还是有机会在攻 1802的台拨 1802的台拨 好 那你说帽达524买它这边地方 123 那最高冲到144我们卖一次 它又压回 我说没走完嘛 对不对 133又买 133.5又买 又冲到155.5 又冲到涨停158 又冲到164 今天又亮灯 今天又再创高了 通过今天创高亮灯171 6138的帽达 通过6138帽达 通过我们从这地方开始 每天跟你讲 就大概环绕这些股票再跟你谈 那这些跟你谈其实就可以赚钱了 刚刚要谈到 我说航运股的部分 货柜散装全部都跌停 那个结构哪些有机会你一定要搞清楚 通过你一定要搞清楚 好 时间不太够 来 我说这个经济报道站法有兴趣的 这有搭配6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赶快翘好的线上助理 然后这个技术班 差不多这个技术班有兴趣 也要赶快预约报名 桌有线 差不多这个桌有线 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知名转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买鱼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得家啦 即日起升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也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 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机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欢迎到节目现场来 头部 我说这个第二个转折 第三个转折 今年的第四个转折 第二个转折很重要 务必要做对方向 头部 务必要做对方向 经济报告站把这个 搭配六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也欢迎你来电咨询 那欢迎你赶快预约 这个年度的技术班 把这些东西学起来 把这些东西学起来 对你的投资度绝对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那这座位有限 头部这座位有限 你要预约的就要赶快 头部要预约的就要赶快 这个技术班的部分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部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像YouTube硬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系点间 线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师精准凡事解析 水算水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排在一起 托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托浪理论 首创进化托浪 更胜托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咨询专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买鱼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旅行人不做奇货 奇货是最佳避选工具 运达指数 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红佑医苏仁达显 可是你跟COVID-19 更新的构案 暂时有密切的接触 尤其留点的处理 组合隔离 丹后微信单位的通知